台湾美国十年来最大的科技合作计划浮卫7号 台北时间25号在美国空军甘乃迪太空中心顺利升空 引领台湾太空科技发展进入新里程 科技部长陈良基特地赴美国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 陈良基表示浮卫7号是美国空军首次和民间合作发射卫星 美国对台湾卫星技术十分推崇 也对台湾团队的整备能力大为肯定 台湾的团队展现是非常有条理有秩序 然后又有能力把很多的工程的问题都快速的解决出来 那也真实的看到说在整备过程里面 有些卫星确实会花比较长的时间 那台湾团队都可以把时间补回来 我想这次也是蛮受到很多团队肯定 辅卫7号升空后和火箭脱离 未来每天将经过台湾六次 帮地求量体温测湿度压力 以及电子密度等物理参数 预测台风路径的准确度更可提升百分之十 那我们是希望说19个月以后 他能够这我们六个小朋友 能够在他适当的回头上 他会发最大的功能能够提供我们这一个气象预测上的最好的数据 台美科技合作跨入新领域 美国在代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表示 卫星成功发射对台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The project between our two scientific communities says a lot about the important state not only of ou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ationship but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t's especially important I think this year We're commemorat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we're also celebrating the 40 years of accomplishment between the two sides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指出 和台湾从福威三号开始试验性合作 逐步扩大合作项目 这一次福气发射 搭载更敏锐的仪器 期望未来能提供更准确的预测 - уж我一天 是否伤线 - 我在身边 ном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